hello大家好 我是皮特發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 我們今天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充電月亮劍配上雪的掛機可以到哪裡 沒錯 也就是昨天6萬訂閱的時候我用的隊伍 然後呢 誒沒錯 我這次呢 確實給他用到了一個完美的版面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當作300等去搞就好了 然後我之前也拍過一次一模一樣對不對 只不過那時候我是三顆充電 而且呢 我的劍還少了一顆 我那時候劍只有5把 而這邊的劍呢 總共是來到了7把 所以按照常理而言 感覺應該是這個隊伍會比較香對不對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之前那個時候好像是到了297回合的惡王才被搞 結果呢 我到了這邊 才到了275回合的惡王就被搞了 但是這邊有個蠻重要的地方就是 誒 275是史萊姆啊 這樣不就不準了嗎 因為惡王是獅子啊 對不對 但是如果不準了嘛 結果非常剛好的事情是 我上一支影片的290... 誒 那支影片的275回合 也是史萊姆 惡王呢 也... 誒 第一支也是史萊姆是正常對不對 惡王呢 也是獅子 結果呢 多一顆充電 我劍還少兩把的情況下 我可以把275關的... 的那個...惡王的獅王打掉 這就代表著什麼 所以其實充電是不是應該要三顆 充電在這個回合數 充電跟劍啊 在300... 270到300這個回合數 目前確認了 充電的顆數的重要性大於劍 不然的話 為什麼我劍明明多了兩把 我只是充電少了一顆而已 但是在同樣的回合數 我竟然會被搞 當然啦 也有可能跟我雪球的位置有關係 對 只不過雪球位置可能就要之後再說啦 但是這樣相比而言啦 應該是三個充電骰的狀況會比較相一點點 三把劍然後是六把... 三把充電六把劍的狀況應該會比較好 好啦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隊伍還算可以啦 只不過充電的方式 人家不管再怎麼充都會在100回合耶 我這一次呢 是兩顆充電啦 然後因為我對面是用上了時光轉殺 沒錯 他給錢給的很兇啦 他一開始就給了幾十萬的錢 那基本上就已經夠了 我就放著不動了 其實我整整充完之後呢 我還有二十幾萬的錢在身上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條件應該拉高 拉到四百啊 因為不然的話滿浪費錢的啦 好啦 那充電充到100的情況下 大概也都是花到了100回合 其實換個角度想 我今天到400 我就直接算一下充電一顆傷害多少 然後我到400的傷害又是多少 然後呢就可以直接來比較一下 這樣我的傷害是差了多少 對 我的傷害差了多少的情況下 會因為這樣而導致惡王被搞 這樣算下去很像有一點麻煩耶 反正我就是要那幾顆嘛對不對 可是這個短角我又可以根據等級去調整一下 雖然我到400檔就可以 可是我今天是要掛機啊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275回合的 撕王直接給他下來了 對 直接就給他下來了 這個傷害很明顯是不夠有一點點的詭異 對 我明明就只少一顆而已 難道說這個時候我的充電的傷害還有這麼這麼的香嗎 不是靠著聖劍在打的 而是靠著充電剪頭的本身的速度是不夠快的 好啦 現在到276回合 這個狀況是有一點慘啊 我個人還蠻期待 等於是我的傷害比現在還要再多上50% 就可以像是三顆充電一樣了對不對 而我現在的暴擊打下去是來到了1500萬嗎 還是150萬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下面那一隻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隻王 今天他的血量是來到640億啦 這史萊姆打得有點久耶 難怪會出事 我這邊看起來數字很像也不太準對不對 對 應該已經不太準了 因為我的月亮已經變成七星了 應該是1500多萬吧 如果是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的傷害要再多一個1500萬的話 我至少要再多 等於是我兩顆骰子各要多75萬 按照這個情況下 750萬啦 不是75萬 我要升多少 至少350等吧 應該就可以等於三顆充電骰 好 我覺得還可以再稍微的感受一下 因為最近聽到說有人說 在兩充電 在最完美版面的情況下 可以到400多回合 可是可能充電回合是要再高吧 不然的話我真的想不到中間有什麼東西要再搞了 當然啦 如果要用凹的 或是用對面轉移再去拖雪球 然後再往的之間安插轉移的話 是有機會帶到更高 可是我目標是想找出那個 最輕鬆然後又可以打到最遠的掛機組合 可是其實換個角度想想 當我今天用這個隊伍的時候 我今天用上了劍雪 劍月衝雪焦 這個隊伍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不是完美 不是掛機的隊伍了 因為畢竟要把版面排出來 就有一點點的麻煩了 不過按照之前啦 其實我只要三顆充電 然後五把劍 我中間還有一把 中間還有一個扣打 扣打可以亂搞 可以到300多回合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已經夠了 反正我就是充電充到100等就好了 100等的話 三顆充電一定比兩顆充電快 我現在兩顆充電之前 現在是要到100回合 可是三顆充電的話 在現在前可以無限給的情況下 應該可以給到更兇 應該可以在300回合前就可以 100回合前就可以給它充好充滿了 好我們現在到220回合 我們280回合 我們就直接跳到後面去看一下 我們這次凹到幾回合唄 好那我們一樣用加速的稍微給它看一下 不過基本上就只是想 再給它凹一下而已啦 因為畢竟我在這邊的狀況 很像已經有點不優了 除非我要再把兩顆月亮給它殺起來 不然的話有一點點沒有任何的 一殺起來還要再多殺三顆 把那個三個金劍全部殺滿才可以 可是我的狀況很像有一點點慘 對殺不到就是殺不到 因為其實對面也是我啦 對面我在用滑鼠操作的話 那個感覺很像有那麼一點慘 對用滑鼠去操作時光 那個速度真的很明顯 這個遊戲真的是應該要用手去玩 不然就是要像日本那位 用觸控比有沒有那個速度之快 好啦多了一顆 還有沒有機會再給我搞到一顆呢 我的月亮全部起來了 可是這個狀況 有... 好像來不及了 應該是來不及把所有聖劍全部殺回來了 對不對如果可以的話我還可以再給它看一下 283回合少了三把劍的情況下 完完全全不行啊 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做任何參與了 沒有辦法做任何參考了 如果我剛剛殺回來 或許還有那麼一點機會啦 好啦283回合這邊直接倒掉 來我們先回到之前那支影片一下 好我們這邊回到原本那個回合數 273回合數 左邊是三顆 右邊是兩顆 這個狀況應該就可以比得非常非常明顯了 我們在273回合 可以看到那個攻速真的是有一點慢耶 對啊 它打起來的速度 沒有其實我沒有射到一模一樣的攻擊位置 對只不過剛剛好 很像是同一個時間出去的 對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打王的部分吧 不過確實啦 兩顆打王的速度 竟然比三顆打王的速度還要來的慢 我的七把劍竟然雲不過五把劍 所以代表說其實我五把劍就已經夠了對不對 五把劍的攻速就已經夠了 那我剩下說不定我其實是應該要四顆充電 對四顆充電 不過那是現在啦 現在寫上幾百億嘛 如果我今天寫上再多一個0的話呢 我的聖劍是不是要再更多一把 對可能就是在取決於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其實五把劍就已經夠了 對如果我要達到300多回合的話 五把劍然後賠償這個充電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就已經被搞了嘛 然後攻速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有一點點的誇張 對在同樣一模一樣的情況下 而且還劣勢一把劍喔 對我還是覺得有一點扯 所以如果真的我要穩定的打到這裡的話 其實我應該用三顆充電才對 對我應該用三顆充電才對 所以換個角度想要 其實這個時候我是不是應該可以換成 我可以把月亮特性關掉 因為畢竟我只需要五把劍 我只需要八顆攻擊下來 我就可以穩定了到300多回合 左邊是到279回合之前的影片 好啦那以上就是目前的想法 至於要怎麼再打高呢 我總覺得應該還有辦法再給他更高才對 只不過中間的調整可能要再給他調一下 只不過很想給他找出來的 就是在300充電的情況下 或是說充電我等級要再給他往上 要不然就是下一隻我的傷害可能 就給他弄到350等 對然後 可是350等我不是想弄啦 因為畢竟充電的時間就要更久 那我主要還是想要給他掛機 好再說再說再說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我們下次再見 32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 OK